海南曾经不是一个省,而是广东省的一个地区 直到1988年才分家独立 独立后的海南得到了一些政策倾斜 吸引了大批淘金者来寻找机会 潘石屹就是其中之一 他1990年与冯伦成立了万通的前身 海南农业高科技联合开发总公司 两年后赶上了海南的第一次房地产风潮 90年代初还没有炒房的概念 但被设为特区的海南被允许实验 之后房价就一年一个样 1988年均价1350元每平米 1991年升至1400多元每平米 到1992年突然狂涨到了5000元每平米 看着惊人的房地产市场 冯伦潘石屹等人决定豪赌一把 他们以20%的高息 向北京的一家金融机构借款500多万元 再从银行贷了1300万 迅速买下了8栋别墅 然后分别卖给了山西和内蒙古的两位老板 一进一出就赚了300多万的巨款 有了第一桶金 大家分头开始在海口 三亚等地买房卖房 农高科的资产很快累积到上亿元 跟他们情况类似的 还有后来金典集团的董事长张宝全 就连为房地产业干活的服务员们 也在这几年挣了七八万元积蓄 而那时普通人一年的工资收入 才不过两三千元而已 1993年下半年 随着国家治理海南投资过热 海南的房地产风潮戛然而止 到1996年 地价相比高点跌了85% 600多栋楼成了烂尾楼 不过潘石屹他们在治理前几个月 已经感觉到海南楼市进入疯狂状态 就提前撤退了 有运气好的就有运气差的 有一个运气差的人叫李舒福 就在潘石屹等人赚了人生第一桶金 分钱撤退之际 李舒福带着数千万资金来海南了 准备加入这场楼市热潮 但他来的不是时候 李舒福成了这轮楼市 击鼓传花的最后接盘侠 几年辛辛苦苦攒下的几千万资金 全部打了水漂 他隐恨回到了浙江 好在他没有被这场失败 打击到灰心 几年后 他在浙江创办了企业 极力弃车